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普及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我们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努力 这也是主耶稣升天以前 对所有跟随他的众门徒所立下的使命 今天我们都是他的门徒 我们也必须要按着这个使命来完成 主耶稣在福音工作上的托付 我们除了定了这个主题 就是广传福音救恩普及以外 我们的一个主角就是以无所书 那为什么这个广传福音跟救恩普及 会跟以无所书连结在一起呢 看起来应该没有特别 或者是没有相对性的关系在 但实质上如果我们进入到以无所书 来看他的时候 我们会惊然发现 原来广传福音 救恩普及跟什么有绝对性的关系 跟教会 跟教会有绝对性的关系 所以广传福音 救恩普及 我们要很清楚的来认定教会论 为什么要认定教会论呢 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请看五十一节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五十一节 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 主耶稣对当时的门徒说了这么重要的话 他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 天要为跟随耶稣的人 在这一份道理里面来持守 并且能够持守到底的人 就能够看见天开 那看见天开 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大事 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是我们今天在信仰上 追求的一个最终极的目标 天有没有为你开 跟你能不能够进天国有绝对性的关系 天都没有为你开了 你的信仰是盲目的 你的信仰是一定重要都没有的 所以天要为你开 那主耶稣对他们讲说 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 因为你们在这一份信仰当中 跟随耶稣 要看见天开 那看见天开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情更重要的是什么 他说神的死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 所以天开要有天梯才能够上去 天开了你只是看一看 你又不能上去 天开天有没有开 跟你来讲一点关系都没有 天开了你要进去 你要有天梯才能进去 所以主耶稣又说了 神的死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 人子就是耶稣 所以耶稣的身体就是什么 天梯 那耶稣的身体是什么 教会 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所以教会就是让我们看见天开 并且有属灵的天梯 让我们从天梯上上去下来 好像死者一样 我们才能够让天为我开的这件事情 对我个人来讲才有价值 才有意义 所以教会非常重要 因为教会就好像天开了 有天梯 我们就能够从这天梯上往上爬 天为你开了 你才能够进入到天为你开的天国 福音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地步 福音是虚空的 你有价值的 所以教会论在旧俗上是绝对性的重要 因为教会是天梯 我们再看以无所书的第三章 以无所书的第三章 第二节 十一节 不要借着教会 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十一节 这是造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 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十二节 我们应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拘 堵信不移地来到神面前 这里保罗有提到 要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保罗又提到 要将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 他是怎么安排的显明出来 然后他又讲 我们能够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拘 堵信不移地来到神面前 为什么能够来到神面前 为什么能够放胆不移 为什么能够把彻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为什么能够将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 他是如何安排的 讲解清楚 保罗说 第十节 为要借着教会 所以在教会里面 我们才能够将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在教会当中 才能够把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 他是怎么安排的来了解 接着教会呢 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教会对一份信仰 对广传福音 对救恩普及来讲 他所需要的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 到底我们的教会 是不是圣经当中所谓的前提 是不是圣经当中 真的能够将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是不是能够把隐藏在创造万物神里面的奥秘 把它讲解清楚 是不是能够引我们进入到神的面前 这才是我们在广传福音 救恩普及上最为重要的基础 如果不能 我们所谈的广传福音是害人害己 我们所谓的救恩是救不了人 也救不了你自己 这是我们在福音工作上 需要负起这个责任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成为真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 所有有为的青年 我们更应当要清楚 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们所说的广传福音跟救恩普及 到底我们能不能够成为天梯 到底我们的教会能不能够引人到神的面前 如果可以 那感谢神 我们要赶快去广传福音 我们要赶快去把这个救恩普及 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了解广传福音跟救恩普及上 应该要建立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基础 那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种 随便一举教会一大堆 某某教会 什么教会 耶稣的教会 一大堆啦 那到底这些都是吗 如果都是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教派 或称为教会 这是我们在传讲福音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认知 我们不去理会 到底有多少个所谓的教会 我们要回归到真理里面来 到底什么才是天梯 什么才能够将人引到神的面前 圣经到底怎么说 我们看使徒行传的二十章 使徒行传二十章的二十八节 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 圣灵力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保罗要离开信徒啦 然后他把那些监督 通通叫过来 叫这些监督来 告诉他们几件事 第一件 要谨慎自己 自己要先谨慎好 不要自己传论给别人 反被弃绝啦 第二个 要为全群谨慎 你是个牧者 你是个监督 不仅仅要为自己谨慎 也要为全群谨慎 第三 要牧养神的教会 保罗提到 教会是神的 不是哪一个使徒的 他说要牧养神的教会 那神的教会是什么呢 保罗有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 他说 就是他用自己的血 所买来的 所救赎回来的 自己的血哦 也就是说 能够成为天梯 能够真的把人买回来 进到神的教会里面来的 并不是 哪一个人 哪一个人都没有用 是什么 是耶稣的血 也就是说 神的教会里面 有耶稣的血 没有耶稣的血 就是把全世界的人都 集合在一起 那个也不是神的教会 因为没有血 没有血就没有救恩 没有血就没有赦罪 没有血就没有得救 没有血就不能够进入天国 神的教会 一个最简单 最清楚的认知 就是耶稣的血 没有耶稣的血 免谈 他顶多能够称为 某某教会 但他不能够称为 神的教会 因为他没有血 血在哪里 我们再看 约翰一书的第五章 约翰一书的第五章 第六节到第八节 约翰一书的第五章 第六节到第八节 这借着水 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 就是耶稣基督 不是单用水 乃是用水又用血 第七节 并且有圣灵做见证 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第八节 做见证的原来有三 就是圣灵 水 与血 这三样也都归于一 三样都要归于一 所以水当中有血 为什么有血 若眼看不见 但是有什么做见证 圣灵做见证 所以在圣灵的见证下 不是只有水 还有什么 血 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在真理里面 在圣灵的见证之下 有水 还有什么 有血 所以一个教会 之所以能够成为 神的教会 是因为耶稣的血 耶稣的血 一定要有见证 这个见证 就是神所赐的 应许的圣灵 所以在这个教会当中 他之所以能够 成为神的教会 是因为有圣灵的见证 而这个在见证里面 除了水以外 还有血的见证 所以在有圣灵的教会里面 受洗 有血的功效 有血的功效 耶稣替我们流出 这个无罪的血 才能够透过 他所流的血 让我们在受洗的当下 得到捷径 那从血里面 买回来 集中在一起的 这个就是神的教会 没有血 人数再多 也不是神的教会 没有血 历史再久 也不是神的教会 没有血 人才 再多 都不是神的教会 神的教会 圣经的真理 是告诉我们 用耶稣的血 把我们买回来 今天这些是教会 我们不谈其他的 我们单谈这一点 我们就非常的感到恩典 荣耀 因为圣灵跟教会同在 圣灵的见证 在洗礼的当下 水沉了血 所以耶稣的血 在圣灵里面 让我们见证到了 所以我们从圣灵的应许里面 让我们受洗上来之后 就好像保罗所说的 耶稣用他自己的血 把我们买回来 救赎过来 当然救赎过来的 所有的众弟兄姐妹 集合在一起 就是神的教会 我们在信仰当中 我们要建立这一件事实 当我们建立这件事实 我们教会成为天梯 我们去广传福音 这个福音才能够救人 往天国上走 我们才能够真的把 圣经的道理 解释得清清楚楚 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 都能够让众人明白 也能够引导人进到神面前 这样的广传福音 才能够造就世人 也才能够让世人在 救赎上有份 我们所做的工作 才有价值 也才有意义 有所书里面 有特别强调一点 既然我们知道 我们是神的教会 但是我们要让这个教会 成为荣耀的教会 我们看有所书的第五章 请看二十六二十七节 有所书的第五章 第二十六二十七节 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二十七节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 没有瑕疵的 保罗在这里有提到 教会要用水借着道 把它成为圣洁 然后才可以献给自己 作为荣耀的教会 所以教会是神的 现在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要将这个神的教会 建立成为荣耀的教会 这个是我们广传福音普及 就很普及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我们要建立教会 成为荣耀的教会 教会这个的道理 是完全的 教会的道理是完全的 因为这是一次交互给我们的 所以从真教会建立以来 我们所传讲的教义 从始至终 通通一样 没有改变 但是一般教会 它有所谓的教义史 什么叫做教义史 教义都变成一种历史 可以去传述的 为什么会成为历史 因为它会改变 一千年前的跟一千年后的 变了 所以它有一个变化史 真教会的教义 它从一而终 因为它是一次交互的 怎么洗礼 从第一天开始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将来 都这样洗礼 洗脚礼 圣餐礼 受圣灵 安息日 从头没有变 所以它没有所谓的 教义历史 因为它从第一天 一直到这个世界末了 教义都一定是一样的 所以道理已经完全了 因为这不是哪一个人 研究出来的 不是我们这些书 教会哪一个 初期工人 研究出这一个教义 而是受启示而来的 所以教义是一次交互 不容许更改 一直到将来 世界末了 我们透过这个 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 所以教会被建立 道理是完全的 这个道理就是 所谓的教义真理 而不是那一种灵修的道理 灵修的道理 会随着时代而有所变化 但是这一种真理的层面 得救要道都是一次的 所以道理是完全的 但是人不完全 人不完全 那不完全的人 集合在一起成立的教会 这个教会要在世人当中 成了荣耀的教会 就有它的困难度 所以以乎所书里面 他所强调的是告诉我们 教会是神的教会 道理是完全的 但是呢 我们进入到这个教会里面来的 所有弟兄姐妹 都有这份使命 要让这个教会在众人当中 成为荣耀的教会 那这个也是以乎所述 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非常重要的主题 我们刚才有谈到 教会才能够引人到神面前 教会才能够成为天梯 让人进入到天开的天空 教会才能够将创造 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 讲解清楚 那我们要让 我们现今进入到这个 得救了教会里面来的 这个教会 在世人当中 成为荣耀的教会 这是我们今天 一个要广传福音 救恩普及的教会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跟使命 那怎么样才能够 让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 在以乎所书当中 他有提到几个重点 我们一起来了解 第一个 我们看以乎所书第一章 二十三节 以乎所书的第一章 二十三节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 所充满的 保罗在这边提到 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 谁是充满万有者 被造的都不能够充满万有 被造的都是有空间跟时间的限制 唯有造物主他才能够充满万有 他的灵是充满万有的 所以这个充满万有者 就指着神啊 造物主 这个教会是造物主 这位神所充满的 所以我们要让神充满在教会当中 神的本质是荣耀 所以当神充满在这个教会里面 那这个教会就成了荣耀的教会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重点是 我们要让这个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 名副其实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 那自自然然呢 神就与教会同在 神的本质是荣耀的 所以教会就成了荣耀的教会 那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我们怎么让教会真的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 所以我们要同心一意 同心一意 你的头跟你的身体是要同心一意的 如果你的头只会向东走 你的身体要向西走 这个身体就不是头的啦 因为它不听指挥嘛 所以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 我们要跟耶稣基督同心一意 那怎么同心一意呢 有一次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 他要去耶路撒冷 经过撒玛利亚城 结果撒玛利亚城的人不接待耶稣 那不接待耶稣不是因为耶稣 而是因为耶稣他们要往耶路撒冷去 耶路撒冷城的人跟撒玛利亚城的人 是有世仇的 耶路撒冷城的人 他们所坐的椅子 撒玛利亚城的人不会坐 拿过的器皿 他们也不会拿 所以当他们知道也看见 耶稣是要往耶路撒冷走去 他的目的地是耶路撒冷的时候 撒玛利亚城的人就不接待耶稣 当他们不接待耶稣的时候 耶稣有两个门徒 一个就是约翰 一个就是雅各 这两个兄弟就替耶稣打抱不平 这些人有眼无珠 耶稣经过了撒玛利亚 众城的人都接待耶稣 怎么撒玛利亚城的人不接待耶稣呢 很生气 就跑到耶稣那边跟耶稣讲 说主啊要不要我们吩咐火 从天上降下来 好像以利亚所做的 把他们全都烧灭吗 我们想一想 这两个门徒所做的 如果以世界的角度来看 对啊 这些人有眼无珠 对耶稣很不礼貌 耶稣经过这个地方不接待耶稣 我替耶稣出口气 打抱不平 那有什么不可以呢 但是耶稣怎么说啊 耶稣说 你们的心怎么样 你们并不晓得 我来是要救人的性命 不是要灭人的性命 说完之后就往别的地方去了 这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要与耶稣同心一意 是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 而不是体会人的心肠 更不是只有体贴 体会自己的心意 这两个兄弟 他们所做的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替耶稣打抱不平 出口气 但实质上是什么 如耶稣所说的 你们的心怎么样 你们自己都不晓得了 为什么这样做 你们自己也不知道 只是你一味的 想要用这个方式 来达到你自己的目的 很可怕 看起来很有理 但实质上 却没有在 耶稣基督的心肠里面 来建设这一个 来建立这一些事情 所以主耶稣责备他们 我们今天是要跟主同心一意的 我们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 越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 越能够符合耶稣基督的心意 那越能够跟耶稣基督走在一起 不然常常会被主耶稣责备 耶稣曾经为了他要去定十字架 在使徒面前来预言 他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 要受祭司长长老文师的害 第三天要复活 说着就要往耶路撒冷走去 一个很有名耶稣所爱的门徒 叫做彼得 他就拉着耶稣 主啊你不可以去 有错吗 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 他的门徒把耶稣拉着 让耶稣不去耶路撒冷 避免被抓被害被伤 有错吗 如果用我们人的角度来看 我这个门徒很爱耶稣 不让耶稣去受伤害 但是耶稣怎么做 转过身来 责备彼得说 撒旦退我后面去吧 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 没有体贴神的意思 所以一个人在信仰当中 在教会里面要荣耀神 如果你只体贴你自己的意思 你只照着你自己的想法去做 你认为这个应该要这样做 你认为这个应该要那样做 那你没有体贴神的意思 虽然以人的角度来看 你是可被接受的 但是你以信仰的角度来看 你没有体贴神的意思 你跟神没有同心一意 你跟耶稣基督没有同心一意 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 很多都是这样子 怎么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 所以我们在信仰当中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 要体贴神的意思 我们才能够真的成为与主 同心与异 并且能够真的名副其实 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 充满万有者 他就充满在教会里面 荣耀就能够在教会里面被看见 第二个我们来看 有所书的第二章 有所书第二章 请看十九节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的 是神家里的人 保罗在第二章有提到 教会是神的家 我们要让教会成为神的家 家它不是一栋漂亮的建筑物 比如说总会 这个建筑物看起来还蛮漂亮的 如果只是建筑物很漂亮 对不起它不是家 它是漂亮的建筑物 不能够成为一个家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个办公道楼一大堆 那都是家吗 不是啊 所以家它并非是一栋漂亮的建筑物 它也不是一群人居住在一起的众人 不是 那什么才是家 有爱的地方才是家 在家里面有父母 所以在家当中有父母的爱 在家里面有夫妻 在夫妻当中有夫妻的爱 家里面有兄弟姐妹 有兄弟姐妹的情 这才是家 这才是家 所以我们说神的家 就要有爱在这当中 没有爱 人数再多 那只是一团根本都互不隶属 互不相亲相爱的人 你到火车站去一大堆啊 你到医院一大堆啊 你到菜市场一大堆啊 难道那个是家吗 不是 家一定是有爱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让教会成为神的家 要让教会有爱 如果这个教会里面没有爱 那这个教会人数再多都没有用 因为它不能够有神居住在当中 因为神就是爱嘛 这里有爱 神就居住在这里 这里没有爱 神是爱 他怎么会居住在这里呢 所以教会要成为荣耳的教会 我们要让教会成为神的家 而成为神的家 就是要有爱 你是长辈 要有长辈的风范 你是晚辈 你要有晚辈该有的 这个尊重 兄弟姐妹之间呢 要彼此相爱 爱在教会当中被看见了 神就在这当中 神是荣耀 所以教会就是荣耀的教会 主耶稣他曾经给我们一条新命令 这条新命令很简单 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因此认识我们是主的门徒 没有彼此相爱 守这一份道理 你是主的门徒 是你自己讲的 主耶稣不承认 因为你没有在这一份的命令当中持守 所以在教会里面 如果没有爱 你常常到教会里面来聚会 你祷告 你奉献 你做圣工 对你个人的属灵生命跟价值来讲 是没有功效的 因为你不懂得在教会当中付出该有的爱 或者是说 你没有在教会当中来领受别人所付出的爱 这叫做彼此相爱 所以在教会当中 这件事情是相对的重要 我们在教会当中 我们要去感受到别人的爱 那我们也要让别人感受到我们的爱 那才能够在这教会当中 建立成为神的家 而神的家 神住在其中 那教会就得到荣耀了 我们再看有所书第二章 第二章的二十节 二十一节 并且被建造在圣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稣自己为防脚石 二十一节 各方靠他联络的和事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保罗又在这边讲到 怎么样建立荣耀的教会 我们要让教会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教会要成为主的圣殿 圣殿是分别为圣的地方 所以在旧约时代 哪些人可以进到殿区 哪一种人能够进入到圣殿 他都有一定的规范 要进到圣殿里面 要自洁 祭是要自己洁净自己 要献上赎罪祭 因为有罪的不得见神 在殿中是分别为圣的 所以他有分选民区 就是以色列人区 有分外邦人院 外邦人不能够进到圣殿区里面来的 圣殿区里面的以色列人 他不是异卫人 他不能够进到圣殿区的内围去做工的 你不是祭司 你就不能够进入到圣殿里面去职业的 所以他是分别为圣的 很清楚的 很清楚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让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这个教会才是神同家的教会 主耶稣在传云的时候 有一次他洁净圣殿 他这样说 他说我的殿要成为万人祷告的殿 你们却让它成为结窝 教会成为结窝 教会是要成为祷告的殿 万人祷告的殿 他们把圣殿成为结窝 为什么耶稣会这么生气 来洁净圣殿 因为他们把圣殿变成结窝 很可怕 为什么变成结窝 如果我们去理解一下的话 会知道说 他们真的很可恶 很可恶 他们把献祭的人 献祭的祭物 扒了五成皮 第一成 从外国回来 要来献祭 他们不可能拿羊拿牛回来 他们也是把钱带回来 把钱带回来 钱要换 所以他们在店区里面就有什么 兑换银钱的桌子 兑换银钱要不要索续费 所以在这一层当中 他就扒了一层皮 兑换银钱的时候 我就赚一笔 谁赚 当然是祭司赚 第二个呢 他们要去买 买牛买羊 来献祭 买的时候 是不是你买了 就可以通过 当然不是 我们圣经有记载 能不能够献祭 这一只羊 这只牛 能不能够献祭 谁来决定 祭司决定 祭司决定 那祭司决定的话 这只能献就献 你这只不能献就不能献 所以 圣殿区外围 有人在卖什么 牛羊 所以祭司才把那些牛羊 赶出去 为什么在那边卖牛羊 因为你在那边买 绝对可以献祭 他们都有做记号 你在那边买 你就可以献祭 你除了在那边买以外 你抓来了 祭司就给你挑东 减西 麻烦的 所以为什么有牛羊 在那边 因为方便那些回来献祭的人 可以在那边买 一买回来 这个耳朵有一些记号 这只可以 当然在那边买会比较贵 当然比较贵 理所当然 不然他们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 好了 这个祭物 不管是牛 不管是羊 拿来要献平安祭的时候 我们如果读那个立位记就知道 祭司 刀一切 四分之一 在祭坛上摇一摇 谁的 祭司的 拿进去了 以前没冰箱 不知道放哪里不知道 拿进去了 我的四分之一 祭司的 然后呢 祭司 要不要吃那个牛肉 不需要 因为献祭完之后 大家一起吃 这是圣物嘛 你献的人可以吃 我是祭司 我也可以吃 所以他根本不用吃到自己的 吃大家的 第五个呢 可不可能吃完 不可能吃完嘛 留下的可不可以带出去 不可以 因为那是圣物 留下归谁 归祭司啦 所以五成皮啊 一只牛 一只羊 扒了五成皮 这是当时候 耶稣为什么那么生气 圣殿要成为 万人祷告的殿 你们却让他成为贼窝 很生气啊 就把他扛出去了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让教会成为 分别为生的教会 什么是在教会当中 该有的 什么是在教会当中 不需要有 也不应该有的 分得清清楚楚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面对职务会 职务会讨论完之后 跟我的意见不一样 我跟职务会杠上了 合理吗 圣经当中这样记载 我跟主耶稣杠上了 什么时代了还这样子 八股 合理吗 你的生气合理吗 圣殿 教会要荣耀 要让教会成为神的圣殿 万人祷告的殿 不要成为贼窝 不然的话 主耶稣来了 会清理的 不知道要清理谁 如果被清理的那些 成为贼窝的那些人 那理所当然 主耶稣会来清理 所以我们要让教会 成为主的殿 这是主的殿 主的殿 主同在 才有荣耀 我们再来看 有所书的第二章 二十二节 有所书第二章的二十二节 你们也靠他同辈建造 成为神 借着圣灵居住的守在 保罗又讲到 教会要荣耀 要让教会成为圣灵的居所 圣灵的居所 圣灵是什么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 第八节 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第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期 做我的见证 所以圣灵 降临成为 教会成为圣灵的居所 就是要从神那边 领受权柄跟能力 我们要让教会成为圣灵的居所 那当然 主耶稣有要求 第一个就是要听从 在第一章的第四节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主护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主护就是 主耶稣告诉你的话 你要听从 如果我们不听从主的话 圣经的真理是这样子的 来浅明 来阐明 但是我们都不听 不听 教会都不守 有圣灵吗 圣灵不会降下来的 圣灵降到这些门徒的身上 120个门徒 是因为他们听了神的话 不离开耶路撒冷 第二个 要等候 圣灵的举手是要等候的 不要样苗助长 用你的理想 用你的想法 用你所认定的 要来改变一切 主耶稣告诉我们 要等候 我们尽我们的力量 按着神的旨意而行 但是我们要懂得等候 等候神的作为 而不是等候你自己 理想的一个 一个被被被被 被实现 不是 要等候圣灵 那这样子的话 他们听从了 不离开耶路撒冷 他们在那边等候了十天 圣灵就降临了 圣灵降临 他们就开始去传福音 才有使徒行传 这么风风烈烈的 广传福音 救恩普及嘛 所以我们要让教会 成为圣灵的居首 我们要听从神的话 好好地听 乖乖地听 不要随便离开 不要随便用 自己的想法意见 我们要懂得等候 忍耐等候 当圣灵 我们教会成为 圣灵居首的时候 广传福音跟救恩普及 有什么困难呢 就好像使徒 虽然一百二十个 但是圣灵降临之后 一个步道 彼得一讲道 三千人受洗 一个神机 五千人受洗 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吗 有 我们要懂得听从 我们要懂得等候 当圣灵 教会成为圣灵居首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看见 什么叫做真实的广传福音 什么叫做真实的救恩普及 这是第四个 教会才能够荣耀 教会要成为胜利的居首 最后一个 我们看第五章 二十二节 二十三节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 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 心腹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顺服跟跟随 好像撒拉 撒拉顺服亚伯拉罕 一路跟随 那这过程我们都知道 有一些是合理的 救人来讲 有一些是不合理的 救人来讲 但是撒拉从头跟到尾 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所以撒拉可以说是众人之母 那我们今天教会 在主的一个道理里面 我们只能够顺服跟随 好像心腹一样 心腹一样 那心腹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自己预备好了 才能够穿光明洁白的戏马衣 我们看《启示录》的十九章 《启示录》的十九章 请看第七节第八节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羔羊昏娶的时候到了 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第八节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戏马衣 这戏马衣就是圣徒所行的衣 这边讲到 我们可以穿上光明洁白的戏马衣 是因为我们要自己预备好了 所以在信仰当中 我们要自己预备 预备自己 怎么预备 后面这边讲 就是圣徒所行的衣 按着神对圣徒的规范要求来做 而不是按着社会道德的规范来做 这叫做圣徒所行的衣 如果按着社会道德的规范 这个道德是每况愿下的 标准是越来越沉沦的 如果用这种沉沦的道德来成为我们今天的预备 那我们是不够资格的 我们应该是要用圣徒所行的意 圣徒是真理的规范 不管是一千年前也好 一千年后的今天也好 规范都是一样的 圣经是不会改变的 那用这一种持守的信仰 行出圣徒的意 那我们就预备好了 那预备好了呢 就能够穿上光明洁白的戏马衣 光明洁白很荣耀 所以我们要真的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 自己要预备好了 行出圣徒所行的意 那我们就能够穿上这一件光明洁白的戏马衣 当戏马衣穿在身上 是光明洁白的 是荣耀的 当教会是心腹的时候 预备好了 穿上这一件光明洁白的戏马衣 是荣耀的 所以保罗在以无所书里面 我们这一次是用以无所书为主轴 大家来读以无所书 用这个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要建立荣耀的教会 教会才能够福音广传 救恩普及 我们要让教会成为主的身体 成为神的家 成为主的殿 成为圣灵的居所 也要成为主的心腹 求主带领我们的信仰 一起来唱诗 感谢您的主要